今天有哪些重要的国际新闻重点 东京奥运开放外国刻码 国际奥委会评估4月底决定 贾倩林家族腐败内幕再度被摆上台面 数十名众议院民主党人联署了一封信 要求总统拜登放弃他发射核武器的独有权利 协助叙利亚政权虐名的人士遭定罪 德国法院判决创全球首例 好 新闻开始先来带您关心疫情 全球有超过一亿一千两百五十一万人确诊 死亡人数来到了两百四十九万多 而美国CDC称交生集团研发的单机疫苗 有望迅速获得批准 另外南韩礼拜五我已经展开了疫苗接种计划 包括AZ跟辉瑞疫苗 不过有七成的民众担心副作用 美国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24日表示 交生公司的一次性中共病毒疫苗 检测结果显示安全有效 为接下来批准紧急使用授权铺平的道路 交生公司上个月公布的数据显示 该公司的疫苗在全球试验中的整体保护力约66% 预防重症的有效性达到了85% 美国疾控中心发布首月疫苗不良反应报告 12月14日到1月13日期间 第二剂不良疫苗反应高于第一剂 最常见症状有头痛 疲劳和头晕 纽约民众对此有不同反应 法国累计超过368万人确诊 85195人丧生 法国政府发言人阿塔尔周三警告 疫情正在10个地区恶化 需采取果断措施 但重申会尽力避免全国封锁 截至目前法国有260万人次接种第一剂疫苗 123万人完成第二剂接种 南韩累计超过88000人确诊 1576人丧生 当局周三宣布 周五将展开疫苗接种 为疗养院等设施的工作人员及病患 施打阿斯利康疫苗 另外周六将为医务人员接种辉瑞疫苗 民调显示七成多南韩民众愿意接种疫苗 但同样比例的人担心疫苗有副作用 新唐人记者李梅上进乔安综合报道 好 镜头转到中欧 匈牙利累计确诊数来到410129例 死亡人数来到了14452人 目前欧盟并没有批准中国疫苗 但是匈牙利政府昨天宣布 开始施打中国的国药疫苗 对此匈牙利的医生加伯扎克就表示质疑了 他指出目前对中国疫苗所知甚少 并强调不相信中共现在公布的中国疫情数据 首批55万剂的中国国药疫苗 日前运抵匈牙利 24日匈牙利总理就宣布 今天开始施打中国疫苗 成为欧盟国家里第一个使用中国疫苗的国家 据外媒报道中国国药疫苗目前还没有获得欧盟医药管理局的上市许可 不过匈牙利已经向国药购买了500万剂疫苗 匈牙利总理还曾表示 他更喜欢中国国药疫苗 并说希望自己能够在下周就施打 不过匈牙利独理学医生加伯扎克是对中国疫苗表示质疑 他说自己不会施打中国疫苗 他认为目前对中国疫苗所知甚少 辉论疫苗有2万页的描述 而中国疫苗只有数百页 他也不相信中国染疫死亡的人数只有4000人 他表示中国与印度人口规模相当 但印度死亡人数却是中国的好几倍 匈牙利除了引进中国疫苗以外 也在1月时批准了使用俄罗斯的疫苗 并已在2月12日开始对民众进行施打 同样也创下欧盟国家的先例 据了解 匈牙利总理之前就不断批评 欧盟的批准和购买疫苗过程太慢 因此才引进中国与俄罗斯的疫苗 新唐人也在电视池千里 叶人鲁这里报导 好 今日印尼媒体报导指出 印尼一名33岁的女护士呢 在接种中国的科兴疫苗之后 染疫身亡 前后呢只有17天 这名女护士曾经照顾 中共肺炎的确诊病患 但是目前仍不确定 她的感染源为何 另外呢 在菲律宾虽然当局批准紧急使用 中国科兴疫苗 但是强调 不会让暴露在高风险环境的 医护人员施打 日前 印尼媒体报导 在东爪哇省 乌里达县的地区总医院 一名33岁的女护士爱妮 1月28日 接种第一剂 中国科兴疫苗之后 出现发烧 呼吸困难等症状 2月5日 送医救治 6号住进家户病房 14号去世 经调查 爱妮所工作的医院 有收治中共肺炎确诊患者 并曾照顾中共肺炎患者 不过 医院院长乌达米表示 他们不知道爱妮从哪里感染病毒 因为医院里没有其他员工确诊 印尼全护士联盟透露 爱妮在接受第一次接种时 有通过筛选 当时她确定是健康状态 目前为止 中国没有任何一款疫苗通过 是未使用授权的审核 受到质疑 菲律宾食品纪药物管理局22日表示 菲律宾批准紧急使用中国科兴疫苗 但这种疫苗预防效果不稳定 将不让暴露在高风险环境的医护人员施打 另外在泰国 泰国政府向中国采购的科兴疫苗 首批24号抵达泰国 泰国总理巴育虽然说 他愿意率先接种疫苗 但官员表示 8月将接种的是 适用所有年龄层的英国阿斯利康疫苗 新台尔亚太电视张其林综合报道 好 接下来您看到 杰克声望崇高的书记主教杜卡 日前表示 中共肺炎病毒是中国的生化武器 并指出 全世界的军事专家们都知道 病毒的泄露来源 但他们只是不敢讲 而在杜卡发表言论之前 杰克前卫生部长普米拉曾经提到 几乎可以肯定 中共肺炎病毒是从中国实验室泄露的 而对于杜卡的言论 中共驻捷克大使馆就要求杜卡纠正错误 不过目前捷克教会跟杜卡主教都没有出面回应 好 我们再看到 台湾将从3月开始 松绑外国人的入境以及转机规定 对此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受访时就表示了 北市府会和中央保持联系 在维持防疫能量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能让国际交流开始恢复 他说他相信中央放人进来也会量力而为 台湾疫情据换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也宣布 3月将松绑外国人入境以及转机规定 台北市长柯文哲25日表示 在防疫容量可以控制范围内 要让国际交流开始恢复 相信中央放人进来也会量力而为 我们也会严格管控我们的防疫人数 居家检疫人数 这样降到3000多就可以放多一点人进来 但你说爬到9000多 那个我们有时候超过我们的防疫的 防疫的capacity容量 那我们就会 还是会跟中央密切联络 而面对疫情所带来的新生活形态 北市府也发表了 后疫情产业数位转型政策白皮书 目标希望能提供公共服务数位化的环境 让市民可以以最低的成本 调试新形态的工作与生活 我认为我们不可能再回到过去 所以一定要做数位转型 那么在面对这个数位转型的大战略目标之下 到底政府要做什么 我每次讲说 政府不会比业界更了解市场 政府要做的事是建立一个平台 让企业或个人可以在上面很有效力的运作 所以面对这个数位转型的大目标 其实台北市民要做的是数位基础建设 北市府表示 这一波的远距离革命 对政府对企业对个人都是新的挑战 同时也将是城市再度进化的新契机 科文哲也说 会在未来的两年内 逐步落实白皮书锁列的各项计划 迈向创新的智慧城市 新唐领域电视从王立峰台湾台报道 我们在关心美国总统拜登周三签署新的行政令 要求重新评估美国十大关键供应链 并致力于和盟友合作打造更具弹性的供应链 2月24日下午 拜登签署一项行政令 要求联邦政府部门对美国四大关键供应链 进行为期100天的审查 并提出决策建议 包括药品 关键矿物 半导体和大容量电池 拜登提出要在此问题上 与美国盟友及伙伴合作 目前美国汽车制造商 正由于半导体芯片短缺导致减产 去年中共病毒疫情爆发后 凸显出的个人防护用品的短缺 促使拜登政府颁发此项行政令 行政令还包括对国防工业 公共卫生和生物防范 信息通信技术 能源 交通运输 农产品和食品生产供应链 六大领域为期一年的审查 在签署此项行政令前 拜登在白宫与部分两党议员会晤 商讨半导体短缺问题 前一天 联邦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舒默宣布将推动立法 为加强美国半导体的制造和研究 进行紧急拨款 以停止对外国资源的依赖 与中共抗衡 美国的半导体芯片技术虽然领先 但大部分的制造却放在了海外 去年 川普政府促成全球芯片大厂台积电 在亚利桑那州设厂 并与台湾进行了首届 经济繁荣伙伴对话 并签署合作备忘录 内容就包括重塑全球供应链 同时为保护美国知识产权和国家安全 川普政府对有中共军方背景的 华为和中芯国际进行了制裁 在与盟友合作方面 去年9月 美国在台协会 日本台湾交流协会 欧洲经贸办事处 与台湾官方已举办了供应链重组论坛 并致力于建立一个 理念相近国家的供应链体系 新唐人记者李澜综合报道 澳洲国会25日通过 全球第一个强制大科技公司 为新闻内容付费 给当地新闻出版社的法案 脸书和Google等数位平台 未来必须付费给澳洲新闻媒体 此一法案可能使得世界 更多其他国家效法 以具体行动限制科技巨拨的力量 颜料机构集邦科技 旗下半导体研究处指出 预估第一季 全球前十大晶圆代工业者 总营收年成长将达到20% 其中市占前三名 分别为台积电、三星和联电 首季营收成长率分别为 25%、11%和14% 通用汽车高阶主管透露 迫使车厂、减产、关厂的 全球晶片短缺状况正开始改善 有信心能达成年度获利目标 鸿海24日宣布 与有特斯拉终结者之遇的 美国上市电动车厂Fesker 签署合作备忘录 双方共同设计生产电动车 预计2023年第四季量产 年产规模25万辆以上 新唐人亚海电视整理报道 民主党人致信拜登要求 交出总统核武独断权 另外中共明定宗教教旨人员 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对此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 今天就发文抨击 中共想要当上帝 世界还要沉默多久 更多内容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谁说不罢不能下厨 健康料理也可有好时光 本用第一道出炸苦茶油 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以及桌上营养成分 煎煮炒炸样样都美味 妈咪运气保养 也照顾孩子们健康 享受第一道出炸的美好 有好时光 立伪奈米 拥有独家奈米分散技术 提升产品功能表现 生产各式高品质奈米材料 应用面多元 无论半导体领域 或生计防疫产业 皆可提供应用技术咨询 及解决方案 专业先进 独步全球 立伪奈米 早餐时刻 Time to Coffee 迎接一天美好的开始 上班时刻 Time to Coffee 忙碌的日子里 来一杯疗愈 冒失时刻 Time to Coffee 享受悠闲的下午茶约会 与您相伴美好的生活时光 属于全家人的咖啡时刻 PGC Taiwan Good Coffee 好用耐用 你会爱用 汤薄精体厨艺节 生食熟食 轻松料理 优雅下厨 厨房的好帮手 大师们的最爱 好用耐用 你会爱用 汤薄精体厨艺节 你想要加薪更多 升迁更快吗 想要增加业绩和销量吗 我是李建豪 我乐于透过教育训练 协助上班族 业务人员和老板 更快更好的达成目标 我准备这场线上研讨会 要和你分享如何自我成长 轻松成交 和企业行销的秘诀 你将学习到 世界顶尖 验证有效的方法 赶快去网址 马上学点TW 免费学习吧 欢迎回来近日 美国联邦众议院的 民主党人呢 连署了一封公开信 要求总统拜登放弃 他发射核武器的独有权利 并建议呢 变更美国核力量的指挥跟控制权 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报道 联邦众议院有31位民主党人 连署一封公开信 要求美国总统拜登 放弃他发射核武器的独有权利 发起公开信的众议员潘内达 在推特写道 把核武权利授予在一个人身上 会引起真正的风险 我和众议员刘云平 领导我的同事们共同呼吁 在我们的核指挥与控制结构中 建立制衡机制 这封公开信提议 在核武器被同意发射之前 需要获得更多官员同意 包括美国副总统和众议院议长 据悉美国总统握有独断核武的权利 可以回溯到二战末期 在日本长期汉广岛 经历原子弹爆炸 引发人们对核武的恐惧之后 时任总统杜鲁门决定 不应该让军方 为有下令使用核武的权利 应该让总统一人掌握 新台电视张瑞珍 整理报道 至少有30多位民主党众议员联署 要求总统拜登放弃 发射核武器的独有权利 指挥跟控制权 那么选前一直有质疑的评论称 78岁的拜登 是民主党激进左派的特洛伊木马 贺锦丽才是激进左派人士 想要送进北国白宫的人选 而现在相关讨论再度浮上台面 整个的这种设计 就是按照30分钟之位 之内打完这个战争的 他实际上是三军总司令 突然间出来一大堆的人 而且那些人还可以否决他 那么到底这个指挥链里面 谁是这个军队的最高领导人 这个大麻烦就出来了 真实原因我觉得更像内斗 这件事情提出来 其实我觉得是个丑闻 就像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派你看 他其实证明了 你明明你们都知道 这件事情说这个人上来的话 他实际上已经不适合担任总统了 可是呢为了这个政党的利益 为了这样的一个这种个人利益 把他推到前台 然后呢上到前台之后呢 这些人呢后边的这些人呢 又老想去抢这种控制这个木偶 后边的那几根线 前两天的话我们看到也有报道 说是澳大利亚的专家 公开在讲说他看了这个拜登的录像 看了30分钟 得出来的结论呢就是说 他属于这样的一个老娘痴态症的早期 或者中期 好 秦鵬分析呢 动用核武流程复杂化 决策反应时间呢将大受影响 也影响了美国的核武贺阻力 那么川普总统任内曾经表示 美国拒绝承诺不首先动用核武 也就是呢可以先制打击 对潜在核武敌人保持贺阻 而拜登政府国防部副部长呢 近期也采取相同的立场 好 去年底加州民主党议员 史沃维尔呢被爆出 遭中共女间谍方方渗透 周三呢美国共和党议员 毕绍普跟国安委员会首席议员 卡特科等14人呢 联名致信FBI局长 要求在国会上简报 他们所搜集到 史沃维尔跟中共间谍之间的 往内资料 为了到此脑 chests 请你恢复 那type部 해야会 拜登政府会 权租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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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租据你的 着述旗帮 事故的 现在我们要求做的是 拿来说 要听说 要听说 如果有问题 是有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支持 会有 账修和账修 会有账修 makes contact 会和 账修 账修 用他账修 账修 账修 美国陆军退役上将吉恩就评论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外国势力渗透 早该让FBI在国会进行说明 而在14名共和党人致函FBI局长瑞一的联名信中也提到 由于中共企图渗透并破坏美国政府 国家面临越来越大的安全威胁 因此他们说他们写信要求全面脱报关于国会议员的反情报威胁 好我们再看到新任陆委会主委邱蔡三说 要致力促成两岸互动春暖花开 那么中共国台办则说两岸必须回到九二共识 立委说两岸僵局原因是对岸错误解读台湾 我想两岸问题之所以有目前的一个僵局 最主要是对方的态度对岸的态度 从来没有任何的软化 那更糟糕的是不断的错误解读台湾的民意 还有错误解读我方所提出的善意 那事实上自蔡总统就任以来 对对岸的这种善意是不断的 包括最近邱大山主委所提出来的看法 所以我们的善意是不变的 但对方的这种强硬态度 甚至呢错误解读台湾民意 错误解读台湾政府的善意 这个地方是认为我们认为是目前两岸僵局最大的一个原因 好 立委陈廷飞则表示呢 九二共事对台湾人民来说并不存在 希望寻求更好的平台跟中国积极沟通 好 那么中共9号公布所谓的宗教教职人员管理办法 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钊燮呢 推文抨击中国共产党想变成全中国的宗教的上帝 他说呢自由世界还要对中共卑躬屈膝沉默多久 那这个呢是中国政府它钳制宗教自由的一个铁证 管理办法里面明定 在中国的宗教的教职人员 他必须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他要使这个宗教要国家化 而且要求宗教要这个共产党化 要中共化 我们看到了这个中国政府 他无视于这个宗教自由的一个普世的价值 尤其是宗教不应该受到政治牵制这样子一个珍贵的传统 他们企图用法通过法律的方式 让中国共产党来领导宗教 这样子一个做法呢 会被真是自由民主的台湾人民所唾弃 好 外交部长吴钊燮推文表示呢 中共的做法是要让中国共产党变成全中国各宗教的上帝 对于中共卑劣的行为呢 自由世界还要卑躬屈膝沉默多久 而发言人欧江安表示呢 外交部极为关切中国的宗教自由跟人权状况持续恶化 那么中共呢 持续拆除教会跟迫害教友近来的手段是变本加厉 外交部呢 将继续强化跟梵蒂冈教廷 以及天主教会合作 来捍卫宗教自由核心的价值 好 全美召回十万磅的中国制火锅料点 更多内容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有好时光 沉传百年料理界的经典时尚 源自百分之百苦茶子 1825天的成长 336小时的阳光 24小时精纯功法淬炼 滴滴鲜榨而成 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酸等多项营养成分 先煮炒炸都美味 全方位的健康好油 有好时光 百分百成仙口茶油 来自木都的木器工艺家 承传鲁般精神的玄卯工法 截取古人的智慧 使法自然 结合在地文化特色 创作出台湾原创精神的生活艺术品 实用美观 一气多用 品木箱 明茶箱 以在地才传将诗音 品台湾味 木阶茶道 T&Wood 今天要读此了呢 我们控管最好的水质 飼料中添加优质益生菌 我们从传地直送最经济美味的酵素鱼 为什么能帮你把吃豆拿掉了 我们还有酵素鱼 我们还有酵素鱼 游风能够确保机械正常安全的运作 组绝外界污染物并防止漏油 荣获ISO品质保证 客制化一条龙服务 谈判制造专业第一 国外优胜游风 欢迎回来台经院今天公布 一月景气动向 制造业数据创下13年来新高记录 整体表现依旧乐观 尤其美国方面倡议筹组半导体联盟 一同抗中共 那么再加上近期持用电子缺货潮 让台湾半导体产业 进入超级景气循环中 周期总处上修 今年台湾经济成长率到4.64% 接起国际原油价格 原物料行情走洋 带动石化 塑化等传承表现 台经院一月营业气候测验点 制造业来到106.42点 连续9个月上扬 是2007年10月以来新高水准 服务业也是连两个月走高 到了今年的上半年 第一个是我们国内的需求 带动了钢铁的业者 第二个是欧美这些经济也开始接地棒 后面也开始步出 所以像石化 像机械厂 最近也开始表达出 他们对今年展望的乐观 不过看起来 在今年是一个百花齐放的一个情况 产业好消息不断 台湾电子业社会先进制程发威 车用电子缺货涨价风 更让第一季淡季不淡 尤其美国拜登政府签署行政令 有意拉拢南韩 日本台湾加入抗中联盟 所以我们说现在整个半导体 其实是进入了一个超级景气的 一个循环的一个周期 现在美国正在倡议 那么要联合包括了台湾 日本跟韩国的这个联盟 后续都会在这个联盟当中 大家都会有一些合作的一个机会 那我想这个都是会拉台 整体台湾半导体 它在整个世界的一个能见度 孙明德也指出 去年台湾在高科技几单 出口表现好 今年厂商回带投资 以及政府相关政策即将届满等效应 民间投资成长可以期待之下 对内需更有帮助 那消费在我们台湾经济 在一半以上 所以只要今年的消费有复苏 我们的经济成长率4.6 或者做4万5 大家就可以从这个地方去看 所以我们刚刚说的制造业的景气 只是说维持一个基本盘 今年要再创高 从去年的2%上升到4% 其实内需要加盟要着力 台股25号指数反弹百点 重回16400点关卡 台积院六所所长吴孟岛认为 目前金融市场行情是有机之谈 预料资金持续进入台湾之下 上半年新台币仍将处于强势格局 新台记事王冠林审慧同 台湾台北报道 最后但您关心 美国食品安全检查局 20次后宣布 在全美范围内 召回10万磅的火锅料顶 那么这些产品是来自中国四川 官方认为成分危害健康 甚至可能致死 美国食品安全检查局的官方网站显示 被召回的产品是中国四川产的 名阳火锅底料 有将近10万磅 声明中说 这些产品是从中国进口 经过热处理 含有牛脂 而中国是不符合牛肉生产条件的国家 这些产品没有经过美国农业部食品安全检查局的附件 没有联邦检查标记 这次召回评级为一级最高级 属于危害健康的产品 使用该产品可能会导致严重不良的健康后果或死亡 目前没有消费者患病的报道 食品安全检查局建议 购买了这种产品的顾客 应该扔掉产品或退回原购买地 新唐人记者柯丁廷纽约报道 为真相护航 为耻末发誓 以上是今天的新唐人五件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